这是狼叔第一次拥有机车和夹克的日子 善良的老夫妇让他感受到了陌生人的温暖 可下一秒 一颗来自三公里外的子弹却击中了老奶奶 接着是老爷爷 凶手正是狼叔以前的队友林浩特工 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他也是一名变种人 理论上他可以吸收一定范围内的动能 并且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他还可以将吸收的能量转换成酸性酶 并从他的指尖分泌出去 这种酸性酶甚至可以抑制对手的再生能力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 史崔克才派林浩特工去追杀金刚狼 当然电影中并没有展示这方面的能力 林浩特工还可以将吸收的能量转换成比正常人强十倍的力量 他的基因中含有抑制因子 能延缓他衰老的过程 此外 林浩特工精通任何枪械 他的身上通常携带有手枪 手腕是等离子炮等武器 这些武器都有爱德曼金属制成的子弹 所以理论上他是可以杀死金刚狼的 当然他也拥有强大的格斗技巧 智商也非常的高 电影中在跟狼叔做队友的时候 林浩特工展示了自己独当一面的能力 面对这座守卫森严的武装基地时 林浩特工一马当先 只见他双手背后洋装成投降的样子 可下一秒却突然拔出双枪 能把手枪使成冲锋枪的也只有林浩特工了吧 当然他死得也很惨 在他杀害了无辜的老夫妇后 狼叔彻底怒了 晾出了他锋利的爪子 在狼叔摧毁了直升机后 最有应得的林浩特工死在了狼叔的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